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百年土地公庙上香祈福后 金融市长刘昌与民进党 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再次合体 在市议员郑文婷与同志委等人陪同下 到仁爱市场扫接拜票 刘昌除了感谢市民八年的支持 也一再向市民推荐蔡世英是最好的接棒人选 谢谢刘昌你半年才会 谢谢 不然你失望 现在我蔡世英 蔡世英到期期 距离年底选举投票仅剩50天 除了持续公布各项政策规划 蔡世英也期盼 透过挨家挨户的徒步扫接拜票方式 展现成立争取更多市民支持 今天也非常感谢邮昌市长陪同世英 还有我们安仁爱区的两位议员 同志委议员跟郑文婷议员 我们一起来市场扫接拜票 那我想这个是跟市民多多接触的很好的机会 那其实在这之前 我们其实已经有几次私下的一个来拜会 那我想说借着更多的来拜会 来扫接 会让基隆市民了解我们的诚意 那这过程当中 我们也向市民提出我们对于城市发展的愿景跟看法 那我也相信基隆市民会支持我们 会在10月26号支持蔡世英 接棒基隆 延续光荣 两人也展现超高人气 不但有许多民众争相合照 甚至有热情支持者送上粽子凤梨等吉祥物 当选声不断 至于市民最为关切的基隆捷运最新进度 蔡世英表示 目前已经在环保署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审查 综合规划部分则预计年底送行政院核定 蔡世英也透露 苏贞昌院长及交部长王国财 10月16号将到基隆的百福工 与市民分享相关工作进度 及未来施政与交通规划 目前为止基隆捷运整体的进度 已经送到环保署做环平的审查 那另外可行性的评估 综合规划的部分 也即将在年底的时候 送到行政院就最后核定 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那基隆捷运未来的推动会分成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巴督到南港车站 以及矽东线的部分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就是矽东线的延长 以及巴督到基隆的部分 那我相信每一个部分 一段接一段的推动 让基隆捷运成为基隆市民 日常生活中 就会可想 就会成为日常生活中 就会来到的一个交通建设 我想这是一步接一步没有问题的 那在10月16号的时候 我们的苏贞昌苏院长 以及交通部长王国财王部长 也会来到基隆 来跟各位分享 整体的工作进度 以及未来的市政 交通的规划 针对近期各种民调的公布 蔡生云表示民调有高有低 不论民调赢或输 他都会努力辞职隐恒 争取更多市民支持 呼吁基隆市民在11月26号 选择一位不会让基隆走回头路 带领基隆持续进步的好市长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中 质询基隆捷运 基隆到八堵这一段到底盖不盖呢 还是只是有梦最美呢 在这个基隆捷运 八堵到基隆的这个捷运 到底会不会盖 到底会不会盖 然后就是说 到时候会不会是 就是你们贵党常常很喜欢讲一句话说 有梦最漂亮的希望梦 那我们基隆市民都一直活在这个 有梦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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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梦最漂亮的 这种标语 那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那我想本期今天是最后一次 八年来最后一次 对这个市长您的一个质询 那我们市长你们什么时候 再次的一个提出这个计划给交通部 审定这个 然后正式召开提计划给交通部 审定 然后正式召开公厅会 甚至举办公投 让我们基隆人决定八堵到基隆 到底要不要盖捷运 一定要真正的彻底的把真相 告诉基隆市的市民 开公厅会让全体的市民 捐弃基隆市的市民整个了解 让基隆人自己决定 到底会不会或者需不需要 捷运 而不是每道选举 就是让我们这些政客去操作 去操作成为一个公共的一个假议题 那我请 我因为待会 因为今天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我请市长你简单 要简单题 到底会不会 基隆市长林又昌 达巡使斩钉截铁强调 一定会盖 第一个八堵到基隆段 的这个基隆捷运 一定会盖 那重点是要怎么干 采取什么样的方案 地方必须要有共识 这是一点 第二点 基隆捷运 并不是像过去 是地方政府所提出 现在基隆捷运是由中央来主导 所以目前规划是由铁道局来规划 并不是由基隆市政府来提出 这个请杨秀逸议员能够了解 是中央的计划 不是地方政府提出 那所以八堵到基隆一定会干 重点是地方要有共识 我们要采取什么方案 地下化 平面还是高价 那它的路线要采取 哪一个路线的一个方案 这是接下来需要做进一步的一个讨论 跟凝聚共识 这样子中央才有办法继续往下做 谢谢 市长刚刚提到这个 这个基隆捷运也是你的证件之一 那也是你2014年开始选举 市长的时候你的证件 那现在你做到最后变成是交通部的一个 一个规划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应该讲的话 那本写希望 不要成为假议题是空包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中 希望市政府可以为中山区快捷公车1813D 在沿线地点增加四处停靠站 方便民众搭车 甚至发展观光 1813D快捷公车 因为它没有进去我们大庆大城 也没有经过我们喜事 就是我们和庆里跟中和里 我们中山区最大这两个里 那时候我们有在建议 就是说我们希望增设一个大干领一 但是它其实是比较外围的 所以对和庆里跟中和里的来讲 并没有这么大的方便 然后其实我们也有在建议 是不是说可以来增设 比如说我们统一新城站 因为我们统一新城那边人口 也是占了我们德和里的第三个 第三大人口 然后包含就是说 我一直觉得观光跟交通 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 他们是紧密相连的 那我们在这四年的时间 我们也不断不断的在推动 我们万木山观光的发展 那我希望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在 我们的中山高中站 就是我们万木山风景区的 入口处那边 也设立一个站牌等候站 方便未来我们的所有的游客 回到我们来到我们中山区的时候 他们可以更方便的进去 我们的万木山去观光 因为我觉得你要提供一个 交通的便利性 对游客才会有一些的吸引力 包含我们的中华国小 那一边的话 我也希望再去设立一个站牌 因为那一边除了我们学生以外 还有我们同名里相当多的住户 机动市政府交通处长 苏先知大巡师表示 有检讨的空间 那有关1813D的部分 也很顺利在今年年初开通 那至于说您提到的 这个增设站牌的部分 我觉得有些是确实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因为有关国道客运的话 除了它的这个设站的间距 比较大一点 不像四驱公车那么的密集 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它主要是载送成绩的 这个成绩的这个运输 那地区道路的这个停等的部分 希望能够减少 但是您提的有些的 例如说中山高中的这个部分 可以衔接到外木山的这个 可能观光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话 我想这个是可以来做一些检讨 那配合像新衡兵 这些大建案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还有检讨的空间 那另外我也跟您报告 大概上礼拜的时候 我们也有收到国防客运 真的1813D的路线的一些申请的部分 那它是跟监理所申请 那后续的话我们会配合监理所 来就他们所申请的这个内容 来尽量的给予一些协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天外天垃圾掩埋场 在民国94年底封场 之后重建为天外天环保公园 目前基隆的垃圾交由缝化炉处理 基隆市议员江建玉关心垃圾掩埋场 污水处理程序 建议在缝化炉上有空间下 将掩埋场的垃圾重新开挖 进行焚烧 基隆市的垃圾量 实在是没有超过300吨的规模 因为我们基隆市的人口 只有不到40万 正常来讲只有200多吨的垃圾 除非我们基隆市的人口 能够爆增到100万的时候 你可以增设三个炉 本席也不会去反对 因为你事实上有那个需要 我们真正希望说 我们这个垃圾 能够把旧的野埋场的垃圾 底下的垃圾能够挖起来 重新再 在这个 假如我们垃圾不够的话 把旧的垃圾场里面的垃圾 挖起来烧 这个是本席的一个愿望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说你把那个 你把那个野埋场的垃圾 挖起来烧的话 那么将来呢 我们对于整个基隆河上原的污染源 就可以陆陆续续的来减轻 对于我们基隆市的市民的饮用水 也比较有保障 我希望说我们环保局能够采纳 希望说不要给我们市民朋友太多的负担 我更不希望我们因为这个垃圾 我们渗出水造成地下大地的污染 水源的污染 这样对市民的健康造成重大的影响 这样就我们就真的很不希望 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有曾经有看过 屏东还有其他的几个县市 也曾经发生过呢 这个垃圾掩埋场呢 发生闷烧的事情 那么也希望说 那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空气污染 如果说我们既然有盖风化炉 那风化炉我们还有容量 也还有三百多吨的这个容许量的话 我希望把旧的这个掩埋场的地方呢 这个这个掩埋场的垃圾 能够挖起来把它处理掉 环保局长达巡时强调 天外天掩埋场是台湾第一座 符合环保规范的掩埋场 当年不论污水处理和掩埋方式 都符合环保法规 不建议再次开挖 垃圾处理是一个科学和学理 所以在这边跟预作报告下 我们就就科学的部分来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天外天的之前的掩埋场 是台湾第一座标准的卫生掩埋场 它是依照从国内外的技术 去设置的一个掩埋场 所以会产生的渗出水 是全面的收集 然后和处理 都不要让它排出去 那当时为了要因应在水源地 我们还采最高级的高级处理 以RO的方式 就是逆渗透的方式来做处理 那到最后我们的一个政策决定 是因为污水下水道干管的一个部设 还有和平岛污水处理厂 已经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就以采砖管的方式 在渗出水场做出步的二级处理之后 纳管到和平岛的污水处理厂 所以跟预作报告 整个天外天的掩埋场的垃圾 渗出水是有全面的收集 做有效的处理的 那第二个是 预作有讲到那个垃圾 要挖起来处理 那一般都是它埋在不对的地方 埋在河边 或是没有是像我刚才说讲的 它不是依照标准去设置的 卫生掩埋场 当然它有很多的污染物 可能没有办法做一个有效的收集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把埋在底底下的垃圾 拿起来处理 那我想在天外天 掩埋场是一个标准的 卫生掩埋场 我觉得如果它没有发生 很严重的污染状况 我觉得应该还是 一个好的垃圾处理 议员江建宇说 他反对焚化炉继续扩建 基于基隆市民饮水安全考量 建议环保局能够开挖 垃圾也埋场 进行焚烧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 设有神佛尊相 壁堵 木科解王的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 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 此云寺药师佛店参拜 感受法喜 民国九十七年 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杯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 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杯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见到警方前来救援 一开门 情侣党很不好意思 看个风景结果被繁锁 远景继续追问 原来这对情侣党从台北来到基隆玩 临时起意跑到夜市旁的 商办大楼顶楼 结果闹出了乌龙 地点就在基隆夜市里 这栋商办大楼 日前两个人搭电梯 跑到汽油顶楼 原本想要看夜景 没想到一阵风吹来 两个人就被关在顶楼 接过民众报案 称庙口夜市内某商业大楼顶楼 有男女受困 破报后立即前往现场 原警到达现场后 发现是两名年轻情侣 从台北来基隆夜市逛街 一时兴起想要一览基隆夜景 走向夜市附近的商业大楼顶楼 到达顶楼后 未将通往顶楼的铁门固定 被风吹后反锁 警方到达现场后 将铁门开启 引导破困离去 警方呼吁 当民众遇到紧急状况时 请保持冷静 可拨打1108吨线 请求警方协助 其实所将提醒 像这种推压式的铁门 有个卡榫可以避免 被关上时直接被反锁 或者直接在地面上放一个门档 就可以避免发生被反锁的窘境 记者黄梢明金融报道 将石灰倒入用石块七层的池里 经过不断的拍打 水的颜色呈现化学变化 蓝绿色的水变成了染布重要的原料 他是农场主人王国为 大金农场主人 矿工退休了他 全新投入大金业 传统蓝染的产业 将染干里的杂质过滤掉 就是希望能够染出完美的染布 蓝染所使用的大金业 是台湾早期重要的经济来源 基隆暖暖山区大量种植 但因为随着时代变迁 渐渐被人遗忘 之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 然后这是第一次自己亲手 这样子完成自己的一块染布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觉得这么有趣的活动 我觉得应该也要再继续被传承 然后让大家就是也知道 这种古老的记忆 对要让它一直传承下去 很好玩 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面有做那个篮缸 自己在家里面建蓝蓝的篮缸 那我这个过程 我是用那个电动搅拌器来搅的 嘿 今天来到这边实际用 这个就是用传统的古法 来讲 其实这个打蓝过程还蛮疗愈 因为很像在花龙中你知道吗 你就是要有点那种节奏 长个绳子 就是你要对角线再长一点 然后从角落开始这边 这边最里面它就吃比较吃不到染料 所以就会是比较浅冷 然后全部卷起来变成一长桥 再把它缩紧 缩紧之后就会有中间的皱褶 满意吗 蛮满意的 在里面染三分钟 染三分钟 戴上手套 戴上手套 染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 把水分挤干 挂在这里氧化 氧化十分钟以后 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可以跳起一下 王国伟老师一手撑起传统蓝染技术 在农场开办了体验课程 让民众认识大金蓝染的故事 马蓝这种行为 事实上是古代制造蓝电的一个 最基本的方式 我们把复古的方式在这里展现 主要展现的目的 一般来讲 我们软软软东社区山区里面 一些成员不太容易带动 所以我们一直想办法 就是带动这些社区能够 以农村再生的一个方式 带动这些社区的活动 这个项目是我们软东地区 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所以我们透过陶老师他们的规划 然后基隆社大这些帮忙 还有我们也举行一业合作 就是新比锡的矿越博物砖 跟我们合作 然后把淡蓝古道这条线 这条狼岸能够推展出 彩蓝其实要在山上彩蓝 所以清晨大概五点 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就要上山 然后彩完之后要把它扛回来 扛回来 然后全部集中 然后再整理放到蓝缸 那其实采回来十公斤的染料 只能做成一公斤的蓝垫 亲自示范如何将染布捆绑橡皮筋 才能染出不一样的图案 高龄八十二岁的王国伟 传承这项记忆 一晃眼就是三十年 对于后续没有人传承 深感忧心 本来这个算是一个闭路染旅的一个 一个二十几年的这样的经营下来 那当然很希望说自己的儿女 如果他们达到退休 是不是愿意来这里继续工作 那就比较理想 基隆不管是煤矿也好 大金也好 其实都是暖暖非常重要的那个产业文化 那当然这几年他很多的一些社会变化 可是我们如何让暖暖这样的一个大金文化 打蓝的一个传统活动 能够推广的 那让更多人来认识 那所以我想接下来在社大这一环 我们会透过一些教育文化活动 不只在教育的推广 还有包括富裕活动 那让更多民众来参与 我想当然 暖暖这一代因为气候的关系 它更适合大金的故意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设计大学会来 一起来参与跟协力 凭着对暖暖技术的热爱 身上背着传承使命 王国伟老师 使用他的故事让大金蓝染再度发光发热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由公益信托林玉玲 宏泰教育文化公益基金 携手财团法人林玉玲 宏泰教育基金会 办理的玉玲台湾奉献奖 至今已颁发5个奉献奖 14个鼓励奖 110个甘领奖 今年第六届玉玲台湾奉献奖得主揭晓 由财团法人甘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获得殊荣 肯定甘基会28年来 推动台湾甘病防治 及创新研究的奉献 我想要相对甘病 不是一处可及 但是假如有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 像玉玲基金会 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或企业 他们能够预服百应 一起加入保甘的行列 我们消除甘病 根除甘病的支持就会更早到来 未来十年 我们主要的消除甘癌 早期发现甘癌的最重要的手段 就是全民护照运动 台湾的狗犬 不管你有没有BC甘 每个人一定要一年至少做一次 假如你有BC甘 至少半年要做一次 这样的话甘癌就不会太晚才发现 就不会造成悲剧 今年也颁发五个鼓励奖 分别由财团法人 立新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 上河歌仔戏剧团 财团法人 天主教耶稣会 台北新式社会服务中心 财团法人 台北市科学出版事业基金会 社团法人 台湾四十分之一 移工教育文化协会获得肯定 主办单位公益信托林玉玲 宏泰教育文化工益基金 执行长林宏南说 恭喜今年的得主 也感谢他们为台湾这块土地的长期奉献 我们当时创办人 他就是觉得这些默默为台湾 长期奉献的人是很伟大 所以他就自己决定要办一个台湾奉献奖 对 那我们一开始办 也就想说就是一位得主 但是林选委员他们自己在选的时候 就觉得 如果就这奖项只给一个人的话 感觉起来好像不容易做决定 所以我们就在第一届的时候 又追加了鼓励奖 那一路这样走来 其实我们是真的看到很多 很伟大的奉献者 那所以我们当然办这个就办的 越办就感觉越开心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真的就是在 长期为台湾在奉献 那你会被这些人感动 那我们也慢慢的也体会到 就希望未来也能够帮这些长期的奉献者 帮他们把他们伟大的事迹 推广给台湾的民众知道 那希望也能够感动民众 让大家一起携手来 来继续提升台湾 奉献奖得主 奖金新台币3000万 鼓励奖得主 奖金新台币300万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 玉林台湾奉献奖的举办 让更多人学习 无私的奉献精神 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为台湾带来正面向上的力量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地方大小事因为有您的关心 才能让社区越来越进步 我是陈淑萍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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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怎么这样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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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上只能这样吗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夹宽屏吧 中夹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夹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夹宽屏吧 中夹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夹宽屏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 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这样啊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上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再送Wi-Fi省器